那我们看第二题 它说挂号as平方-3s加2 剪掉挂号as平方-bs加c 会等于2s-5 那求abc的值各为 那这个题目呢 我们可以实际的把它做看看 首先我们去挂号变as平方-3x加2照超 接着呢去挂号负号分给它变-s平方 分给它负负得正变加bx 分给它负正得负变-c 会等于2s-5照超 那我们把左边整理一下 as平方-s平方 同类向合并变a-1倍的x平方 再来-3s跟加bx合并起来 变成加上b-3倍的x 这里-3个这里有b个 所以加上b-3倍的x 再来加2再-c 我可以写成加上挂号2-c 屏幕告诉我们说它会等于2s-5 不然就要说没有平方向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 几件事 第一个a-1会等于0 因为它没有平方向 第二个呢一次方向会等于2x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b-3会等于2 然后常数向2-c 会等于这一边的-5 所以我就得到这三个式 那么因此我就可以把abc解出来 a就是1 然后b就是5 然后c这个移向过去变-7 所以c就会等于7 那这一节我们就解出abc 就是这一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